……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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llo大家好 我是廖比青年 这里是两米视频课 我现在在江西南昌 干江的边商 你刚刚看到那些很漂亮的画面 都是严实摄影拍摄的 其实就是把很长时间的视频 变成几秒钟 手机啊 相机啊 其实都可以拍摄 这一刻 我就来教你怎么拍摄 也是所以 微信搜索两米青年 或者扫免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从零开始 学习制作视频 相互陪伴 共同成长 OK 我们学习的iPhone 你除了要准备一台iPhone之外 当然其他手机也是可以的 只要选择一进一动的场景 进行拍摄 比如说车流啊 水流啊 人群什么的 因为需要长时间的连续拍摄 你还需要准备三角夹和手机夹 除非你又有条麒麟饼 别以为把手机固定好位置 打开相机 选择延时摄影之后 你就可以吃着辣条 等着拍完了 No 那还有怎么样 第一 你必须开启飞行模式 要不然等你拍了半天之后 一个电话来了 就前功尽其 你真是 第二 长按屏幕锁定对焦位置 要不然手机可能会不断地 更换对焦位置 拍出来的画面 就是一抽一抽的 第三 长时间拍摄视频非常好电 你最好准备充电宝 同时非常占用手机储存空间 你必须提前保存好你的小电影之类的 要不然到了拍摄现场 就得忍痛割爱了 iPhone的颜色摄影 无法设置拍摄时间 你拍摄的时间越长 反而成片时间越短 不过速度就越快 iPhone讲完了 我们换相机 把相机固定好位置之后 需要调整成手动对焦 要不然也会一抽一抽一抽的 然后把iOS和摄温设置成固定值 我们就可以开始拍摄了 把拍摄完成的视频 导入电脑解决软件 调整速度 加快到你满意的速度就OK了 你怎么开心怎么来 除了每周四更新的两米视频课之外 在每周四五六晚上的八点 我会在斗鱼进行直播 搜索两米新年 或者房间号282736 我会直播拍摄和剪辑的现场教学 欢迎带着问题来找我 我还会不定期进行直播 欢迎在斗鱼上点击关注 这样我开播的时候 就会收到手机通知 我是两米新年 我们下一期两米视频课 再见 我们下期三米新年